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天赐的声音,唐义遭鉴赏团毒蛇点评引争议,终身用歌声化解唇枪蛇战,赢得粉丝力顶。 3日11日,周五黄金党异常热闹,浙江卫视和湖南卫视两大一线卫视叫上劲了,四档综艺节目轮番上演,抢占话题和收视,王牌与王牌切,收视力压春天花会开,天赐的声音3收视也赢了,天天向上,浙江卫视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把。 天赐的声音3虽然在晚10点才开始播出,但是整体表现依旧抢眼,话题和收视方面都不错。 作为浙江卫视的大型音乐励志节目,天赐的声音能够火爆出圈,除了豪华的嘉宾阵营加持外,靠的就是吵架。 其中,乐评人给节目带来了无数的流量和话题讨论,娃娃、王熙、萨鼎鼎等人都没能逃过毒蛇电瓶。 天赐的声音3,嘉宾阵容依旧是豪华,胡彦斌、张绍涵、胡海权、周深、盖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。 首期的飞行嘉宾包括极客俊毅、陈奕涵、苏建信、西林纳一高等人。 不得不说,浙江卫视一向出手阔绰,这样的阵容一般的卫视想都不敢想,整期节目整体质量不错,尤其是嘉宾们的舞台表演可圈可点。 康姆氏乐队和陈奕涵温情宣唱,后来感动了不少人。 人间精灵,周深首唱惊艳全场,盖听后直言太可怕了。 张绍涵和苏建信带来的孤勇者又燃又炸,嘉宾的整体演唱值得点赞。 但是天赐的声音前两季的老毛病依旧是没有改掉,声音鉴赏团成为这档节目最大的毒瘤。 首期节目中,他们频频抢戏影响了观感,点评没有针对音乐本身,反而是对嘉宾的长相,场外音速等评头论足。 节目也彻底成了吵架节目。 鉴赏团挑刺,盖回队,周深巧妙打原唱。 吉克俊逸和希琳娜一高率先登台表演,带来林一连的歌曲《坑枪玫瑰》,两个人都是从中国好声音走出去的,唱功都很扎实,台风也很成熟。 两朵坑枪玫瑰在舞台上完美绽放,诠释了女性的力量,给整个节目开了个好头。 看了两人的表演,盖忍不住送上自己的膝盖。 在盖看来,吉克俊逸像龙卷风,灵魂在自由旋转。 希琳娜一高则像是挂了高音听喇叭的小绵羊。 台下的声音鉴赏团坐不住了,他们各个面色凝重,这时候一个叫梁云的人直言自己来说点不好听的。 在他看来,吉克俊逸演唱时的那种脉力并不是一种高级的女孩的力量,所有的呈现太表面,太直接。 面对梁云的点评,周深很委婉地对其观点进行回应。 周深认为,歌手在现场演唱,如果非常投入地去唱一个细腻的东西,观众会很残忍地离开。 歌手需要找方法把观众请入自己的世界。 盖说话直来直去,他表示老师们点评了很多,但是自己没有听懂,唱歌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。 歌手站在台上要面对不同的观众,歌曲是哪天选的,鉴赏团不了解。 歌曲是不是适合歌手,鉴赏团也不了解。 他们穿成这样冷不冷,鉴赏团也不了解。 就是一个现场的感觉,没有必要以自己的审美去刻画每个人的审美。 双方一开场,火药味就很浓。 这时候周深赶忙打原唱。 周深表示,听了鉴赏团老师的发言后,自己很受教育,开始思考可以从其他角度听歌手唱歌。 工作越久,能听到的意见越来越少,很开心听到老师的意见,也希望自己以后唱歌,老师们能手下留情。 周深的这一段旧场,堪称教科书级别,巧妙地画起了场上的尴尬局面,给老师足够的尊重和体面。 同时也有自己的观点输出,真不愧是高情商达人。 小动作被抓,鉴赏团批台风,苏建信大度回应,苏建信与唐义带来大热歌曲《光的方向》。 两个人爆发力十足,舞台氛围感很强,现在演唱结束时主动靠近唐义,用手逼了个V字,让唐义缓解尴尬的情绪。 这个小动作被鉴赏团的老师抓住了,其中名叫《流水记》的老师直言他们两个人的表演,对自己是一种折磨。 苏建信的结尾动作设计让人出戏,整个设计已和歌曲的主题没有半毛钱关系,这个动作的出现让整个表演垮掉。 主持人提示,点评环节可以进行反驳,但是苏建信很大度,他表示《流水记》说得很对。 《流水记》这边也是喋喋不休的,教育苏建信要注重自己的台风,要作有作向,畅有畅向。 《流水记》批评完后,郝磊也开始下场了,他认为苏建信作为前辈应该留一个好的舞台, 而不是做出一个不好的示范,他认为苏建信的一些动作不得体。 面对大家的批评,苏建信全程大度地接受,这样的态度反而让鉴赏团们无地自容。 唐义操恶评,苏建信力挺,盖暖心安慰。 与苏建信合作的唐义本是一位草根歌手,平时在路边、商城或者旅游景去唱歌, 很多人通过网络平台认识他,目前唐义有3300万的粉丝。 38岁的唐义追求音乐梦想18年,每天在直播间唱歌5小时。 批评完苏建信后,鉴赏团开始挑软式子捏,主播歌手唐义成为目标对象。 梁元表示,唐义3300万的粉丝并不是自己的成绩, 而是用一个简单的设备去演唱热门歌曲来博得关注。 这样的操作谁都会做,这些东西不值得一提。 面对梁元不友善的抨击,唐义也不甘示弱。 老师,说一下我的唱歌吧,不说这些没有用的。 短短一句话,直接指对方要害。 唐义也直言自己并不是自己的成绩,只是想象大家介绍自己而已。 值得注意的是,3300万粉丝也是主持人介绍提到的,并不是唐义主动提出来的。 说完了,粉丝问题还不过瘾,梁元又开始批评唐义, 自己出的歌曲和直播间演唱的歌曲没有本质区别。 好的音乐应该抱着给1%的人听的态度去做, 他能感动99%的人,应该好好想想音乐是个什么样的东西。 面对梁元的轮放轰炸,唐义不卑不亢, 他认为老师提出音乐上的东西可以接受, 其他东西没办法接受。 台下的嘉宾都听不下去了。 苏健鲜力挺唐义,他直言3300万粉丝又如何, 人家就是有那本事。 听了鉴赏团的犀利点评,盖也选择力挺唐义, 他直言每个人都渴望被爱,渴望被关注。 试想一下,如果从一个草根突然拥有3300万粉丝, 你会想到去改变华语乐坛吗? 现在的这些建议是在帮他拔苗助长,完全没有意义。 每个人都有资格唱歌,只是唱给谁听而已。 本来是一场精彩的餐演,最后变成了一场沉枪舌战, 鉴赏团频频抢戏出风头,尤其是对女网红很不客气。 这样的做法也是引来了诸多的争议, 让这一档节目变成了吵架的综艺, 真是可惜了那么多用心歌唱的艺人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道世界, 敬请关注。